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指数跳空大涨超过500点 又再创了历史新高 这真的是非常棒喔 那我其实在去年的第四季 我就开始跟各位报告说 今年的行情就是资金行情 叠加景气回升行情 去年其实基本上是景气行情 加上超跌行情 那今年的景气行情加资金行情 全面的往上走 那大资金什么时候会来 先去想一下喔 真的大资金什么时候会来 下半年 美国降息 那叫大资金会来 所以现在还是什么 基本上还是内资 跟亚洲的资金在做轮动而已 但就让台北股市今天创历史新高 那当然喔 今天的标题就很可爱喔 因为历史新高已经真的出现 也如我们再讲 那今年要挑战2万点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书写你的历史新高 书写你的繁花 来假日期间啊 就春节期间啊 很流行这一档 这一个繁花这部电视剧啊 这部电视剧是谁在导演啊 香港的知名导演王家卫 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啦 有看电影大家都晓得喔 他的一个风格非常特殊嘛 那我也个人非常欣赏他的这个独特性 然后他每次导播导演都特别的深刻 描写的这个剧场剧情的这个铺层 那整个时代感 特别特别有氛围 那我也特别好把在 这个春节期间把他一口气看完 我很少在追剧的喔 大家想想 冯老师其实我最常做的事情啊 基本上我电视基本是看运动频道 体育频道啊 就是体育频道 然后再来就是 我会关心一下这个CNN 好国际的一个新闻 好国内的一个新闻 基本上我都要在看新闻啦 那当然我也喜欢看电影嘛 那可是这一次我 真的很少很少 我就追了这部剧叫做《繁花》 来我们给大家看喔 这个里面主角可能大家 最熟的应该是要是熟这个啦 这个是胡歌嘛 中国的一个大帅哥 那这个是 有中国那个东北美女叫 辛子雷吧 那这位其实老实讲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啦 不过他整个剧情其实非常可爱 他描写的是什么 描写的是 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啊 到就是1987年到1995年 这个前后的时间 中国大陆上海 他们的一个改革开放 包括说股市的一个变动 然后商场上面的变动 那主要的地点是在上海 那剧情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东西啦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 我就不再剧透了 那里面也说到很多股票操作的 那里面的一个重点 精神 重点跟精神都在里面 但关键还是什么 其实你即便看了它 在书写的这个部分里面 股票操作 主力 目标价 企图心 市场 政策 政策 好的时候 一个反转 股票狂飙 你的财富 可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会累积 五成一倍 一炮打响 守住 等下一次机会 我看了这部内容 我发现 哇 其实人家不是每天 今天买这档 明天买那一档 不是 人家是专注啊 好的股票 buy and hold 一段时间 让它股价来到很漂亮的位置 来到一个相对好的目标价去做卖出 那会不会有错 会不会买到错的 会 停损 强如所谓的一个法人资金 委外的代操资金 有没有都遇到被咬住的时候 有 很多 那这就讲到我们去年 跟大家来讲AI 去年五月跟大家来报告AI 从当初的伪创 然后广达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不管是散热的旗红 双红 然后跟大家讲见准 还有像PCB里面有 有台光电 有台药 然后有 还有谁 PCB还有见顶 对不对 机壳 银帮是前年12月讲的 那当然今天银帮没有什么角色 我跟大家报告过 它前年十二 八十几块 涨到去年六百块 那已经是涨差不多了 这没有细了 那时候跟大家讲AI 然后到八月 开始跟大家讲要做差价 然后到了九月之后 很多AI往下沉 到年底 去年年底 才又开始往上抬 那在这过程里面很多股票 真的 有上有下 那股票其实就是这样 但终究在大的潮流趋势下 他还是有把它往上做推升 今天的伟创没有来到我们之前跟大家 在去年跟大家讲 一百块钱以下 季仙附近 很容易买进 到这一边 其实 老师说 两个月的时间 甚至于说一个半月的时间 可以让你赚三成 这么大型的股票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 毕竟那不是说让你报一年三成 对不对 好 有没有来到我们的目标区 接近 等下看基数线 广达 200块附近 甚至200块以下 来到这边 也都是来到了我们所说的大的一个目标区 台耀我说会最先创新高 确实跟着台光店一起创新高 这就是股票的魅力 今年我们说过 我们做股票我们要做什么样 对的我们要长报 如果我们觉得不好 我们就调整转换 我未来会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好 我们会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做一些调整 然后专注 然后一波 就会把你的资产往上走 那我还是讲 这部片真的好看 繁花 非常好看 大家可以去线上看 这应该是网络 网络播映 那可以去看一下 那增进一下 你看看 这个最近的电影 这个对岸的市场 电影市场确实拍摄的相当不错 场面也非常大 那里面有些股票操作的部分 商业场上面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都可以去了解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今年 让大家都写出你自己的繁花 让你的股票在今年都可以赚到钱 来 今天的资产观点直接跟大家讲 美国半导体 AI相关股票全部大涨 台积电这支大象都能飞天 我不需要讲 我不需要承认 我在之前就跟各位报告 我觉得台积电再往上空间 相对量不会这么大 你应该去做一些中小型 当然今天中小型 涨得更多 因为毕竟台积电今天 是没有空上涨停板 他是来到了 创新高的位置 好 那IP股 四星K化真的太贵 那你现在可以留意的 在金星科跟智云 我等一下告诉大家我的看法 那设备股 我们之前讲的新 这个红朔星云 接下来你要重点是这个 有参加我们这一次 封老师所说的那个 那年间的 那文章 你应该会有看到这张股票 应该会看到这张股票 那广达伟创齐鸿双五 这边都在创近期的高点 齐鸿跟双五都在创历史高 那广运 我说这个要补涨 台光店台药也创新高 这一堆都带光店要涨 在这一些乱世之中 还有一档我们的老朋友叫易琦 今天创了近期的新高 那我会跟大家来讲 其实AI的股票我们今天我们会做调整 我们节前就有调一些AI的股票 那今天我们还继续再调一些AI的股票 我们只着重到 我们认为它现在还有可能有接近未来 有三成五成以上空间的 毕竟创新高 就要需要很多的资金做推升 那现场市场上的资金够不够推升 大家看了一天很兴奋 因为今天台积电 台积电涨幅就大概占了大盘400点 今天涨500多点 大盘有400点是台积电供应 这就是我们加权指数 但是不是所有的股票在明天 还可以继续这样往上再强攻 我会跟大家来讲 你要先去留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 你要去留意到包括说像 这个光股券商的一个买卖超 外资的买卖超 重点是外资的期货布局变化 这个我先提点到这里 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做一些调整 然后布局我们未来认为 会有五成一倍的空间 而且不会受到市场上影响太多的 因为毕竟大多数股票基期很高 你不去基期低的 未来营收会好的 而不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 我认为应该是逢高获利调节 大家都知道 我认为是逢高获利调节 你要买不会 大家不知道的 那当然欢迎大家可以 扫描QRcode小耀属 FSB628 每日早报抽策提醒 跟标股运用报告会在其中 那也请大家可以 扫描QRcode股市丰盛榜 冯老师的选股税率操盘技巧 我们每日更新 希望冯老师在这个 节目上可以帮到你 那冯老师金日报 特别雷台史上唯一五年八冠军 我们总计效 在那五季最高有219% 好单季最高是112% 我认为今年的第一季 我先跟大家来报告 第一季啊 有可能就是 会挑战 甚至于第一季末 就有机会挑战接近什么 接近2万点 那个创新高已经创新高了 创新高接下来就是不断创高的路线 上要往上走 但谁可以支持他往上走 国际趋势嘛 产业成长 那哪一些是国际趋势不会变的 AI不会变 半导体不会变 然后 新的国内政策股票 你今天 有很多国内政策股票你不要乱追 因为很多很高 不要像华城 真的非常好 但 能不能够再让他有倍数 500块的华城是重电股 我认为他的倍数太难 即便要5成我觉得都不容易 你要去找相对低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来讲 来 这个是现在市场预期 前两天 美国股市道琼大跌500多点 大家可能很担心 因为市场现在预期 费了7月才会降息 来 我先跟大家讲 我们前天已经在讲 道琼有徽章创历史新高 標準500也创历史新高 但这些都还没降息 没有降息先创新高 所以只要他没有告诉你明确降息的时间点 这个行情就不会有大理 有的也是短暂的一个震荡而已 创新高拉回很正常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创新高就像今天大涨500多点 你要追很多股票吗 郭老师今天基本上只有买两档股票 我都买黑的 我今天买两档股票都是买黑的 在我们之前春节的那一份的 演讲会里面都有 那两档我今天都有买 一个从平板下买进 翻上来 高低震荡当天是13% 13% 我等一下会讲是哪一档 那在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真正降息之前 基本上行情应该是不会有什么 很明确的一个大跌 拉回都是买进 拉回是不是 但是如果他确定降息之后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拉回 什么时候叫确定降息 你要等那个废德他们讲 那你现在看到新闻说 非得说七月才降息 所以前两天美国股市大跌 有没有影响 没想呢 市场预期而已 废德讲才算 所以这一波 当美国股市 用AI跟半导体 在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台北股市 也还能够继续创新高 日本也创新高 不用担心了 一路会往上走 那只不过接下来你要怎么买 买什么 那是重点 来 道雄指数你来看 创新高之后的拉回 有跌破支撑吗 没有啊 纳斯达克 创新高的拉回 拉回缺口又跑来补了 但我认为这就是怎么样 很难再去过这个高点 如果过 那台北股市指数就会冲快一点 如果没有 那就是整理一下 等台北股市冲高之后 再一起往上走 废半来上引线 他缺口已经补了喔 缺口已经补了 所以今天晚上的废半很重要 今天晚上的废半很重要 台积电能不能继续涨 那很重要 台积电能不能继续涨 因为台积电现在ADR的溢价 折换成台北股市的台积电价格 照理讲台北股市的台积电应该值800块 但还是溢价很多 那他只能用什么 今天继续拉 因为台积电ADR的成交量 毕竟是少 这可控 那在台湾的台积电 就比较能够展现真实的面貌 对不对 所以今天晚上的废半的继续涨 明天的主角还会是谁 台积电继续涨 明天主角还是半导体设备 还是IP股 还是AI 好不好 如果不是很快就会轮喔 很快就会轮喔 来 我看龙年开盘大涨最多超过600点 指数最高嘛 充电值新高 好这如果预期啦 没什么变 好这个跳空向来 这么大的跳空 这么大的成交量 量 量价齐阳 那接下来怎么样 大涨过后 通常他隔天就是小涨小跌 这里要不要连续喷出 我问各位 连续喷出对你们手中股票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指数的连续喷出 对你们手中大多数人的股票来讲 是不健康的 你500点你会分成10天涨 每天涨50点 一天涨50点 涨10天 股票每天可以涨10% 涨10天股票就翻倍了 现在一天10个% 其实7天就翻倍了 对那对你来讲比较好 所以控牌者今天一定是大卖 大卖又大卖 你信不信 我刚才有讲 你去看观股嘛 你去看外资今天可能 买超可能会非常惊人 我说外资今天可能买超 可能又会上历史新高 600亿可能跑不掉 我觉得600亿应该是有 因为今天涨了 常常总600点 那不是说以台积电来算的话 最少要400亿 以台积电来看的话 台边这个部分 我觉得最少要占400亿 那就看看嘛 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指數只要維持多多就好 不要一直攻指數 沒意思 台積電吃飽 大家要跌倒 今天沒有大家跌倒 還是有大家都很好 對不對 當然還是有很多股票 有拉回的空間 來貴買指數繼續創新高 也跟著創新高了 這個量都還沒有失控 這個還是非常好 比他健康一點 比他健康一點 因為他畢竟沒有像台積電 這個大跳空出來 對不對 所以貴買接下來會是主軸 來 艾斯摩爾半導體出現的復蘇 復蘇這幾項他已經在講了嘛 對不對 那唯一的關鍵其實還是能源轉型的問題啦 大家知道 半導體是我們的重中之重的產業 但它是一個耗電大的 很大的一個產業 耗電 耗水 當然現在像台積電百分之水 百分之95的水都是再生水 來不斷循環在用 水就相對來講沒那麼嚴重 但是耗電這是跑不掉的 所以能源短前的推動 還有就是低潤陣線的緊張 會對他們短前上會有一些影響 但我必須要跟大家講喔 那今年來看的話 台積電自己的法說 他在說 未來五年 每年再成長兩成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未來營收市值 應該會再成長一倍 從他之前的法說就沒有提到 很快就會達到啦 還是個多頭 他是個領頭羊 但我認為做他是會最賺錢 來 台積電這個跳空 你說高檔跳空 最後是沒有收到最高嘛 所以在這裡面 這個缺口啊 未來會不會補 一定會 那我通常會建議大家買股票買在哪裡 你買在他盤整區嘛 你在這裡隨便買都好 在基線買更好 站上基線這裡買都好 很慢對不對 但這裡其實也就是大概兩成了 大概就兩成空間嘛 對不對 兩成多的空間 差不多了 大概差不多了 就休息一下 三成了嘛 對不對 大概休息一下 大型股都有這樣子 但你記得這裡不是你的買點啦 這裡不會是你的買點啦 這裡不會是你的買點 請聽我這樣講 來 相關的設備股 我們這應該幫追蹤的是紅碩嘛 對不對 其實這 這股票這邊 今天繼續往上供 但是他要轉一倍有沒有可能 要再漲一倍的機會不高 因為去年已經先把今年的設備的部分 都已經實現了 大家知道嗎 都已經實現了 那未來是看他能不能拿到 intel的單 他能不能拿到韓國的單 那這個才會是他長線的一個部分成長 那但是位置不適合他這樣買 700塊對不對 來 星雲可能會相對好容易一點 星雲啊 這個是一個跳空上來 這邊往上走 這邊往上走 應該有機會去挑戰前高啦 那價格比較便宜 比較容易挑戰前高 這是我的觀念啦 那這一檔 在我們的新村的那一份講義裡面 那個視頻裡面有 PCB跟半導體還有ALY的設備廠 好 這家公司MOOD啊 營收到目前為止啊 還沒出來 那他的關鍵轉折是在於日月光入主他啦 日月光入主他啦 未來會把很多的一個新進封裝相關的設備啊 交給他做 什麼時候會出貨 大約是4月 好大約是4月 但大家都已經知道 所以股價就是怎麼樣 去年7月就知道的事情 然後先拉回到178塊 170塊左右 這從這邊長 長到這邊來 300 那你現在看到 只要他未來有營收利空 他就是買一點 營收利空就是買一點 那營收利多就怎麼樣 啟動主升段 他現在是出升段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形態就是什麼 出升段的形態啦 你現在看不到營收好處啦 但題材已經先來了 然後你只要記得 為了他有拉回的時候 拉回的時候 就是找買一點 好不好 我也不建議你今天去追啦 拉回找買點 那另外的話 IP股 半導體AI 要用到的更多的IP股 我們是一個特殊應用晶片 市民靠北繼續創新高 會拉動其他的IC設計股 那我們會看其當股票 金星科 這個是他特殊的一個架構 Risk Phi的一個架構 這是新的 但營收能不能很快上來 不見得 不見得 但題材是對的 所以你看他一紅一黑 再一紅又過高 拉回來 這個位置只要沒有被跌破 接近這個位置 就是另外一個誤舉點 這是金星科 智元啦 今天跳空上來 來 智元我就要跟大家講 他比較重要的一點是 智元的母公司 其實是聯電嘛 那聯電跟英特爾有做合作 未來智元的IP 也會受惠跟英特爾合作的一個過程 增加 再來 ARM 過年期間 每股真的是一個想像力很大的地方 他的股價 ARM 在過年期間漲了一倍 因為國內為二兩家跟他有合作 一個叫台積點 一個叫智元 那所以你就知道他今天這個跳空上去之後 有任何的拉回 其實我認為智元應該是可以期待的 那如果說像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像翔碩啦 M31啦 那些價格其實都已經相對比較貴的 我就認為說比較沒有這麼大的空間 好不好 來 再來 每超為漲三層 回答站上去台股營股漲行情 這大家都知道的新聞對不對 來 廣達 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有沒有 在這裡是都是布局區 來到這裡我們就開始分批條嘛 今天再上來 接近前高啦 接近前高啦 我們說過他會了戰這一根嘛 記住在這裡我就告訴你 他會來這一根 那來了 是不是就整理 那今天再一個跳空再過去 我會跟你講 在這裡啊 應該就是屬於休息整理區啦 休息整理區啦 偽創 來 這裡跟你講 那來到這裡接近 我說會挑戰這一個 這裡嘛 135嘛 這一根嘛 還有這個缺口嘛 來這裡接下來就遇到 大大大大套牢區 大家都看到這裡嘛 所以今天跳空 又不能說到相對高 所以我就說 這裡到這一段是你可以賺的 低檔布局會不會贏 會 但要有耐心啊 要有耐心啊 我看防化最大的心得是 但是大多數人都只是等著四個數字 四個代碼 等著數字代碼 然後等著他狂飆 然後一買下去就不漲 就開始懷疑自己 漲一點 有兩種心態 要嘛買太傻 要嘛想趕快賣 但我跟大家來講喔 當你在布局一個產業個股的時候 如果你有很深刻的瞭解 你也知道今年的整個年度計劃 那股票在震盪的時候 你真的會比較輕鬆 為什麼要加入封老師 為什麼要跟著封老師走 因為我會把整個故事搞清楚 故事跟股價有沒有合理推升 合理進展 有非常多的公司他故事已經來了 但股價就是不漲 營收已經來了 但股價還是不漲 那有些公司是故事來了 沒有營收 股價拼命噴 這取決還是在於控盤者嘛 阻力嘛 那取得訊息的時間早跟晚 你對公司整個營運的這個內容 是不是夠熟悉 那終究股票是要拉上去的 但起碼你要懂這個 而不是只是看技術面 今天這個突破我就賣 這個跌破我就賣 這樣你能夠賺到大錢嗎 我們說過你今年要做的是賺大錢 既然重要的股票一波上去 起碼賺到一個三成嘛 你看得到五成 你有機會賺到三成 你看得到一倍 你才有辦法賺到五成 我這樣要告訴你 很多人說我每天這樣高出低進 高出低進 低買高賣 低買高賣 你都在做手續費啊 你都在撞爽 我們今年改一下好不好 告訴自己改一下 今年指數要創歷史新高 已經創歷史新高 還要再繼續創新高 很多公司他 還有五成一倍空間的 去找 找不到你就好好跟著豐富老師 來 齊鴻 野外的散熱再繼續創新高 我不會跟你講 這裡是你的買點啦 我不會買這裡啦 他既然繼續漲 我還是告訴你 我不會買這裡啦 給別人去買啦 你這裡不買 你再買這裡 但他在漲 整個環境都非常好啊 電用的越多 散熱就要用的越多 雙鴻也是跟他一起漲啊 那我說那我們為什麼不買低的 這是我們的報告前面內容重點個股 重點個股嘛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他有水冷嘛 有intel嘛 那他還有自動化設備嘛 股價在低啊 股價在低啊 今天還更低 營收不如市場預期啊 你拿到我的講義 你拿到我 你看到我的視頻 我再告訴你 廣運在60塊附近 今天有啊 有低啊 營收不如預期 但怎麼樣 他位置低啊 你光看技術面也知道 這裡是要來補的嘛 這裡補了一下休息 這裡再上來 那問你 那今天會不會是一個好買點 我說我今天只有買兩檔是黑的股票 我只有買兩檔股票 這一檔 其中一檔 廣運 我問你 你在低檔佈局你以後不要擔心 獲勝的空間是不是比較大 今天散熱有沒有在漲 AR有沒有在漲 他有沒有 有啊 那你再來看技術面 來你來看這裡 這一根長紅上來之後 是不是已經把這一的 幾乎全部解套了 那這裡大家都已經 早上啊 通通把股票低檔賣出了啦 就要割肉了啦 那我們就抄底了啦 在季線附近買進啊 趁著利空佈局啊 買在便宜的 最高666 我們佈局在59塊上下嘛 這樣上來是不是就舒服了 接下來就在挑戰這裡 再看營收有沒有跟上 再來往上挑戰 大多數AI股票都在創高 或在創高的路上 但不是所有人都會創高嘛 但像這種整理這麼久的 籌碼相當安定就有機會啊 來 今天在這裡佈局 是不是拉上來 來 台光電 這是創歷史新高 這裡不是我的買點 我不會這裡買啦 自己創歷史新高很棒啊 但我告訴你的台藥有沒有 當時我就告訴你說 台藥台藥 它比較容易創歷史新高啦 比較創新高啦 我再更正一下喔 記得印象喔 歷史新高嗎 這可能要查一下啦 反正是創近時新高啦 這去年的高點已經過了嘛 我剛剛說跟大家講 廣達偉創 他比較容易創新高啦 對不對 好 來 這個是 中國啊 最後一檔個股 這個美國要揮重拳 要制裁東國大陸的科技產業嘛 因為這邊都遇到什麼 軍事企業嘛 那我給大家看這個東西啊 歷史 我之前跟大家講 歷史大家最知道 就是它的一個雙光相機模組嘛 它跟雷虎合作嘛 對不對 這個今年預估是五塊啦 美國有智慧頭盔是十塊 這都軍工喔 但我要跟大家講喔 來 7402的歷史它的故事啊 上半年我們不看這些軍工 我們上半年不看軍工 軍工上半年再出的只有什麼 瞄準鏡啊 夜視槍啊 他上半年最重要的是 縮時攝影相機啊 縮時攝影相機啊 之前跟大家講過 自由品牌 自由的IC的設計公司部門 然後 它的這個產品現在是銷售 主要是在美國 我先跟大家講喔 一月營收是月增 年增啊 年增啊 去年一月才一千多萬 今年一月四千萬 新產品鋪貨 二月開始放量 三月大成長 營收會越越高 三月之後有另外一個故事 有另外一個重要產品 開始來到旺季 今年的股價我跟大家來講 之前我跟你說在這裡 這裡大家在講以為它是軍工啊 這裡才知道原來人家是新產品 數值相機啊 這個是二月二號啊 二月五號震盪啊 這不是長紅帶量解套 什麼解套拉回測試再往上空 從今天最高後來說八七五 這一段已經上來了 但我跟各位報告 還沒結束 這個才是起點 想要買進更多未接低檔 長線看好的個股 歡迎大家喔 可以怎麼樣 什麼要規劃扣 FSB688 小鼠FSB688 加入 有任務你也歡迎大家在上面留言 鳳老師跟鳳老師團隊會結成的來幫助大家 今年第一季的行情非常火爆非常火熱 歡迎大家好好的跟上我們的腳步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預祝大家明天操作順利愉快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您喜歡鋒路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當然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LINE AT帳號 小老鼠FSB688 你將獲得第一手標股的資料 如果你還有任何操作上路庭 歡迎視訊鋒路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特別有加證券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